苏琪 你听我说 那律所的事 可能真的误会 我是看在小莎 是你助理的份上 我才对她特别关注了一点 可能这个也引起了 她的一些误会 就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说 她在撒谎 不是 咱们好好说 坦白讲 每天面对那么一个 热情洋溢的女孩 你说我没有一点感觉 那都是假的 但是我真没有扎进去 我从来没有想要毁掉 我们这个家 你看那天我跟你说 我跟苏总吃饭 你偏不信 你不信你大可以 直截了当地问我 你还骗我说 你跟苏总已经通过电话 你把那些 律师唬人的手段 你全部都用到了我身上 苏芊 咱们俩这么多年 这点信任你要给我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我想听一句实话 不为过吧 多长时间了 你觉得我很好骗吗 就发生过一次 真的就只有一次 我当时喝醉了 真的就是因为喝醉而已 因为她年轻漂亮 不是 那就是你为人夫为人妇 不讲道德不讲责任 下半身只会大脑了 我承认 我承认可以吗 我承认我犯了错 我也一直很后悔 你可以骂我 你骂我自私 骂我无知 骂我不负责任 我全班接受都可以 我接受 但是我跟她那 那不是感情吗 那就是一次冲动 互相寻求安慰而已 等一下 寻求安慰 这是什么意思 从何而来 我今天不是输了几个官司吗 客户也丢了 你也知道我压力很大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理解你的压力 所以 因为我不理解你的压力 所以你跟别的女人上床 所以你的出轨是我造成的 不是 不是 我理解你的压力啊 我想帮你分担啊 我为了帮你分担 我工作都辞了 你觉得这还不够吗 你的分担 就是告诉我 哪里做得不够好 告诉我下次该如何改进 你又接了几个新的客户 加了你收入不会有影响 苏清 你有没有想过 我是个男人 我也有自尊 也许从头大尉 我想要的不是一个合作伙伴 就只是一个老婆而已 这件事情是我错了 我错了好吗 我保证 我保证绝对不会有下一次 我保证 可以吗 我保证绝对不会有啊 你 我保证绝对不会有 这是何人 就是何人 的时候 就是何人 是何人 是何人 你 我可以弥补 我完全可以弥补 我们又不是七老八十了 这件事情我绝对能弥补 我们大可以重新开始 对不起 我有洁癖 我不同意 那我们两个人 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请你这段时间 把工作安排好 免得耽误出庭 我不同意 我妈生日派对可以晚点结束吗 可能让大家都留下来 看练护组 小婉 对不起 你的生日派对 妈妈没有办法帮你看 妈妈怎么了 对不起 妈妈怎么了 妈妈心里 很难受 作业写完了 刚去过小婉那房间 看到她在哭 为了收拾的事 小朋友们都上补习班去 没有时间 参加他的生日派对 又开始工作了 探紧小学的资料 你们都在干嘛呢 晓风 去把你弟弟叫出来 跳转病人 是不能吃蛋糕的 厉害哦 专门定做 小蜂明年过生日的时候 你记得也买一个 不要偏心 行啊 那咱们俩一起去买 我说的是你不是我 孩子身心健康很重要 我不会限制你的探视权 妈妈 爸爸 你回来我真高兴 今天是晓雯生日 爸爸当然要回来 来了 你看 我给你买了一个蛋糕 腰远的小朋友说 晓雯要把你抢走 那我就没有爸爸了 人家说什么你就信吗 晓雯 可是 妈妈前段时间 就是因为别人瞎说 就信了 然后错怪了自己的好朋友 你要跟妈妈一样吗 晓雯 你不想让我去买一个 晓雯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呀 你应该让好朋友伤心吗 晓雯 你过来 爸爸跟你说 你是不是很害怕失去爸爸 爸爸也很害怕失去你啊 爸爸你怎么了 没事 你妈不让说 不过幼儿园那些小朋友 确实也不太对啊 这样吧 明年开始 我送你去幼儿园 好吧 你连小兔班教室 在哪里都不知道 没关系啊 以后什么会啊 都让爸爸去开 不用了 谢谢 为什么不让爸爸去 因为妈妈现在不喜欢爸爸 所以啊 你们两个 以后一定要听话 做个好孩子 知道吗 因为要是以后 你们不听话 就是爸爸没教好 那妈妈就更不喜欢爸爸了 你说这些干什么 妈妈 我以后会听话的 你不要不喜欢爸爸 你这么说的话 就是以后你们要是在吵架的话 但是我和小雯都错了 哎 你去哪儿啊 你不晓得懂点事儿 过来陪你弟一起吃蛋糕 吃蛋糕了 耶 你看 水里面看看有没有辣椒 一律 我爸 怎么来了 我想跟你聊些事情 在家里不太方便了 真的一点都不能挽回了吗 我不想占你便宜 我们的资产一人一半 关于律所 以后在一起肯定会尴尬 所以我想了想 关于客户 关于人事 我们分家吧 你都拿走 你想回来工作就回来工作 你要是真的不想看到我 那就换我回家带孩子也可以 这种不切实际的话 你就不要去说了 我知道我做错了 但是我也说了我不想离婚 不愿意失去你 我也不愿意失去这个 我们好不容易 我们好不容易打拼 经营出来的家 李修平好聚好散 这样那我没有意义 不信 一星期 就一星期的时间 让我们两个都好好冷静冷静 如果到时候你还是坚持离婚 我也就不勉强你了 行吗 那没办法 电路 吧 我万一言 我当然要给你 Gee 好 我寻找 logical 革命令 你必须要害怕他们 是 ones 考虑的这段时间 我们是不是能够 暂时在孩子面前维持和平 一会儿我们回去就说 白天一起上班 晚上还一起看了场电影 看场电影 多长时间都没看电影 最近有几部好像还不错 我看这时间还有 要不我们就 就撒个谎而已 一周时间改变不了什么 我们回来了 爸爸 妈妈 你们去哪儿了 去看电影啊 你看 爸爸还给你买了一个新玩具 超厉害的 来来来 哇 这个很棒的 你们看什么电影啊 一部动作片 哦 那谁演的啊 搞不太清楚啊 就是 陈龙 刚看完怎么就忘了呢 坐地儿做完了没有啊 抓紧哦 洗完了 洗完了 小娘子 下次我们 爸爸妈妈一起去看电影 好啊 下次爸爸带你 还有哥哥 咱们一起去看动画片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爸爸以前太忙了 但是我以后 一定会多陪你们 放心吧 你看 喜欢吗 喜欢 那没有哥哥的忙 小 晓福喜欢吗 你爸爸明天也去给你买一个 我不喜欢 小孩喜欢 好 他不喜欢 我们自己玩 你看 好